老實講黃子椒這個新聞 真的是很震撼 然後新聞已經燒好幾天了 那最主要其實 對外面開的十三槍 那我想請教一下黃醫師 這個事情 這個新聞你看到了什麼 其實我比較驚訝的是 為什麼在第一個時間之內 開了十三槍 就是我覺得這是沒有必要的事情 因為現在的重點是 如果你真心看到自己過往的錯誤 那應該就是專注在這一塊 然後做出回應就可以 那你也不是說不能講十三個事情 我先猜的話好不好 就是我我闖紅燈 結果警察把我攔下來 然後他就去講你看 你看你跑到十四十三輛 其實車子都都闖紅燈 你為什麼不抓 他都又沒有拍招 人家又跑遠 我覺得黃子椒的做法是人之常情 但那不是我們對公眾人物的期望 特別是在他那個位置上 一個月月收入三個月 三十萬四十萬或者是幾百萬的人 就是如果他有這樣的收入的人 有這樣的知名度的人 一般來講 我們的期望是他可能是厲害的 可是黃子椒讓我比較震驚的是 對 他為什麼可以講十三個壞人 他舉不出十三個好人嗎 比如說如果是我是黃子椒的話 我可能會在現場說 對不起我這個事情真的有錯 那我接下來就是法律的這個制裁 或是跟這個家屬的好好的這個受害人 怎麼樣的一個和解 我都要去努力 但另外一方面來講說 對我想要跟 我應該要學習 我是不夠好的 我覺得就很坦白說 我我就是爛的 我就是不夠好的 所以我應該跟誰誰誰誰誰誰學習 他讓我很震驚的是演藝圈難道 舉不出十三個可以好好學習的對象嗎 所以我覺得是真的是 進朱者赤 進末者黑 其實他就是因為沒有舉好的 所以讓我會誤以為說 他的生活的周遭是不是只有爛的 他只有看到爛的 所以他滿腦子都是人家的爛事 因為別人也做了爛 別人也得到那個地位 別人繼續可以賺錢 為什麼我不可以 但事實上因為現在我們是覺得是說 如果你在那個位置上 你就要有相應的付出跟努力嗎 那至少不要學爛的 那我認為這邊有一個同儕 也就是說你認為他開始三腔不成熟 就是我認為他 他其實是一個很怕這個團體排擠的人 比如說有可能這個圈子沒那麼好 爛的比較多 那你也沒辦法做好 他是不是要告訴我這件事情 因為如果旁邊的人都習慣爛的行為 我自己在裡面是很奇怪的清流 我就不可能爬到這樣的位置 他要告訴我的是這件事情嗎 對但是這件事情是我們想要變得更好的人不接受的嘛 那請教一下這個崔芬老師 你看他碰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輕生有辦法描述他的心理狀態嗎 我覺得他像剛剛說 何以他要拖這麼多人下水 那其實從心理的角度不太難解釋 因為這是拖別人下水 我們心理學叫做原理 就是要別人也有做啊 為什麼你們只攻擊我 那這種指出別人的錯誤 也是一種防衛機轉 就是說保護自己的心靈 就是說實際上壞的人這麼多 不是只有我壞喔 大家也有做很多不好的事 為什麼你們不去攻擊他要來攻擊我 然後這種是不公平的事情 那其實他也會保護自己的心理 就是我其實也是只是其中一個 我也沒有那麼壞的感覺 那另外一個他在自我傷害的訊息中 我覺得他的行為 他在那個直播當中的確有 我覺得聞完很厲害 馬上就聞到那個自我傷害的警告訊號 他的確有 第一個就是他突然行為改變 他變得跟以前不一樣 他以前可能穿著都整齊啊 然後那個樣貌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覺得他被爆出來之後 他心理的衝擊也是有的 所以他適應不良的時候 可能他對他自己也失去信心 或者因為他之前也曾經有過低潮過 所以他可能非常害怕 又進入到以前那樣的低潮的狀態 然後現在他又身為人父 那身為人父 當然跟以前的他又不一樣 所以有可能他會覺得 他那個美好的父親形象 有可能要破滅了 因為他的媽媽給他很大的影響 他說他媽媽 當在他的面前 當著就是有外遇 然後當著他的面 在他小時候跟外遇對象 這個發生性關係 我覺得黃紫嬌的新聞 是有太多可以探討的地方 那像我就是會感覺 他在那樣的一個不穩定 覺得他自己父親的形象 然後要面對所有的人 他可能也是一個很在意別人眼光的人 所以要面對那麼多眼光 一時之間我想他心理上適應不良 然後湧出大量不滿不平衡 然後不舒服的 所以把所有的人都一口氣一直說一直說一直說 另外我當然覺得他在那樣的狀況下 可能是也無法入睡 那整個人可能也很疲憊 因為看他們有說他好像黑眼圈 有非常也無法入睡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下 整個人在處於混亂思緒 然後整個失衡的狀況下 有可能其實這也是一種情緒的疏解 就是把心理內心的不爽快 鬱悶 一口氣通宣洩出來 那的確他到底說 他在那樣的狀況下 可能他也覺得我豁出去了 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你們不管我的死活 我也不管你們的死活 我就是全部都一切都不在乎了 我覺得是很有可能 我覺得他有點氣餒的點是在於 他覺得這九年到十年間 近九年十年他很努力 他其實其實言語間 就是他已經改過自新了 他試圖扮演好角色 做很多好事 然後也結婚了 然後好爸爸好老公 可是怎麼一氣之間 好像我做的都白費了 可是公跟過本來就是兩件事 是 那他還要再擔心他會輕生嗎 我覺得他曾經有輕生過 我覺得還是高危陷群 高危陷群 就是還是不能鬆懈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還是要特別注意一下 其實我想說一點 因為以前紅塵這樣 接下來開始完全沒有工作 沒有收入 沒有節目 然後他不敢走出社會 因為走出社會 人家就會對他指指點點 所以對他來講 壓力財政要開始 對 所以他 我就剛剛有說 他有一點適應不良 但適應不良 也是會是輕生的重要的因素之一 因為很多人就是瞬間發現 怎麼會這樣呢 無法接受的時候 有些人 我們說無言面對江東父老的時候 這也是一個人覺得 他想從這個世界消失 還有接下來就是他的家庭關係 其實我對他太太 我曾經跟那個孟耿如 曾經上過小燕姐的節目 我記得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就是他跟嬌嬌 已經在一起了 然後小燕姐就問他說 什麼時候可能會結婚啊 那時候他的畫裡面 嬌嬌是誰呢 他們家房子上面的一隻狗 他是嬌嬌 那其他他們下面 他們家人是很緊密 那我覺得孟耿如 他之前才遇到弟弟過世的狀況 所以我其實是有一點擔心他的 因為你擔心孟耿如 還擔心嬌嬌 我也很擔心孟耿如 因為他曾經遇到親人過世的創傷 然後他這次又是騷擾案中的被騷擾者 那個影片畫面不斷地播放 不斷地播放 那我個人覺得啦 因為那個影片不斷地播放 難免會刺激到嬌嬌 就是我覺得因為他當時可能對孟耿如被騷擾的事情已經也是很生氣的 所以當他看到那個畫面不斷地被播放的時候 我相信他也很生氣 所以他弟弟也是自我傷害過世的 那我是會很擔心他 因為他可能會對一個人的過世 會感到悲傷 自責 懊惱 覺得我當時沒有注意 應該可以把弟弟救回來 避免被 應該這樣講 孟耿如跟嬌嬌 好像都需要協助 對 我覺得我很擔心 我也很擔心孟耿如 因為嬌嬌需要協助 但我覺得孟耿如也需要協助 因為他已經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如果我經歷過這樣的事情 我覺得我先做這樣的事情 什麼都不重要 重要就是他活著就好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那樣的心理狀態 他可以出來面對 跟大家講說 就是我會只要他活著 我會陪伴他一起度過 我覺得像這個部分 是我可以體會 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對王子嬌來講 就是因為他曾經失去過 他因為跟阿寶的事情 然後小S的事情 然後等於是被灌上了 一個復興漢 所以他因為那個事件 他所有的節目 跟他所有的工作都打擺 而且他是意志消沈了 將近十年的事件 就是一個演藝世界正輝煌的人 遭受這樣的事情 那當時是因為被灌上 復興漢這個這個名稱 然後讓他跌了一跤 那這次因為這個性騷的這個事件 就是那個完全是人設的崩壞 跟崩潔 那所以我覺得就是他內心的那個憂鬱 又被在引發 這個是比較精神層面的 那我看到的是說 因為在這段期間 就是也不是只有黃子嬌一個人 就每一個人都有他危機處理的方式 那你說像許潔輝 揮歌他是用 反正我就道歉了 我道歉 那我用 退出演藝圈 我就退出演藝圈 就是不會再跟人接觸 用這樣的方式來表達我的歉意跟彌補 那幼聖當然也是認錯 只是說因為沒想到幼聖的事件之後 隔天就爆出黃子嬌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剛剛崔飛老師講的很對 就是跟我的認知看法是一致的 就是說當他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他已經不知道他該怎麼辦 反正死也是一刀 痕也是一刀 術也是一刀 他的意思就是反正你們都不管我死我 我關你死我 因為其實他講的這十幾個人 其實你嚴格去看一下 的確你仔細去推敲一下 他跟他們之間就已經沒有交集了 他們是比較沒有交集的人 就是大家就是都是在演藝圈的同事 已經不是以前那樣子 關係很好的朋友 那恩恩怨怨過去也都過了 那他會覺得說 過去我一個人在承受這些 跟你 像我是看他寫我才知道說 他跟陶晴穎有交往過 不然我是不知道這件事 沒有喔沒有喔 他講姓陶的 但是他講姓陶的啊 但是問題是他說來問右晟的事情 不是嗎 後來不是王岳幫他寫了一篇說 是陶子來 我請陶子去幫忙的 所以就是陶晴零 就是講陶晴零了 所以這件事情 交往這件事情是彼此自己知道的 但是他為什麼 我倒是這樣 我覺得交往過的事情 再把他拿出來再次 而且他已經都已經成 人家都已經成家立案 對 就是他當時真的 他當時就是整個已經 他的他的 沒辦法控制 對 他沒有辦法控制 還有人家姓假的也講對不對 對 然後 你以前跟誰交往過 沒有跟公眾人物交往過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